歡迎收看阿波索魯 歡迎收看阿波索魯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今天帶來是改版之後的阿波索魯 直接來講一下阿波索魯在這次改版改了什麼 最主要是精神利刃得到改強 以前的精神利刃是普攻才能造成傷害 但是現在精神利刃是一些技能也可以造成傷害 我這場有帶的是啞鈴 算走打野不過呢因為有跟隊友雙排 所以還是可以帶上啞鈴跟隊友配合一波 那中間為什麼帶力量頭帶 原本是帶上爪子 那當然爪子也是可以啦 因為主要是我們這次使用的精神利刃 他本身就可以降低對手的跑速 所以我就想說了 因為我們在攻擊之前都會先用精神利刃 那就不太需要先去用到那個爪子 那還不如我換成力量頭帶 去多打一下我這個普攻 打野怪也比較快 那這邊注意的是我要看對方會不會有人過來 說蹲在草叢 果然有一個撒不隆東吃水餃的小火龍 過來就直接蒸發 那他們還有一個崗崗 那這邊貼上去打直接普攻硬打硬打 那這邊等到他要去吃水果的時候 趕快的把球給投下去 那他還留了個果實給我真好啊 真的是里多人不怪 來去溫泉裡做個節敗啊 那這一波的話我投到了兩次 投到之後再回來吃蜜蜂 給大家一個觀念啊 如果說你明顯看到對方打野在上路 那在下路的時候打野來幫你的話 那你就應該直接去跟著打野看他要幹嘛 如果可以殺對手當然最好 不要先執著吃蜜蜂 把對手收掉之後然後再吃蜜蜂 所以隊友知道我在幹嘛 那阿伯說我要特別注意的是他的被動呢 在使用強化普攻的時候 是可以降低對手防禦力的 那如果對方是單體的話 你的打對手只有一個人 那你也可以增加額外的傷害 那這一場呢又帶的就是追打 如果你要配精神力量的話 我覺得追打是不錯的 追打這個技能呢只要可以被擊到 就可以降低他的CD 只要被擊到就可以 包含野怪也是 那再來呢追打呢 是可以蓄力5秒鐘的 比如說我們這樣丟一下 然後可以等5秒再往前走 那你可以看我現在呢 使用追打的時候 我會先用精神力刃去打到對手 那麼打到對手的同時 接下來不論你要用大招啊還是普攻啊 甚至是追打的下一下呢 你都可以去消耗掉精神力刃上面的這個印記 那麼印記呢最好是盡量去消耗 因為印記本身會有自己的傷害 前面兩段的印記是兩倍 那第三段的印記呢是三倍傷害 你可以看呢像我們在吃蜜蜂的時候 這個精神力刃的印記是可以一次打多人的 好那我們身為刺客 就一定要學會躲 蹲 就蹲在這裡 來看一下 他過來之後追打 然後呢先用精神力刃打到之後 直接黏上去 兩下三下 輕鬆自在毫不意外 好了 那接下來呢我們就直接來吃這個暴式龜 那我剛剛其實呢有看一下 對方阿伯的等級 他也是九等 所以我這邊要小心阿伯過來 可能一個大招想要搶 那你可以看到他過來了 我就往旁邊走 等到呢他先丟技能的時候 我再丟技能 你有沒有看到我最後一段呢 是有推到他的 我們阿伯呢在互打的時候啊 因為大招的第五段 最後一段呢是會有推的效果 所以我只要呢比他晚推的話 那我就可以推到他 那這邊可以看呢我的身上呢 是有一個黃色的圈圈阿 那這個黃色的圈圈呢 是因為你吃掉暴式龜才有的 那剛剛呢 被一發陽光烈焰給打掉 那應該是呢 是有這個可以承受多少的減傷吧 我在想那個黃色的防護罩 那你可以看我這邊 因為已經看到對方下路有四個人阿 所以呢 我剛剛本來是要回去咒爆他們阿 想說去投二塔 因為我帶雅琳嘛 結果發現人太多了 直接落跑 不要演喔 那這邊呢看到呂剛王跑了 我就想說算 他如果不然弄我等下就弄死他 他果然想弄我阿 想讓我投個球都不投 好他完了他完了 精神歷刃打到追打黏上去 你再吃果實阿再吃阿 真的是齁 就跟你講了 不要惹我吧 是不是 那我們身為呢刺客呢能做的事就是 盡量的去投球 這個掠奪大型地圖物件 那並且呢反野或是吃野 像這種手塔的工作啊 肯定不是我們打野要去做的 那手塔呢就交給隊友去處理 那這邊往下走就看到 對方已經呢清潔溜溜一乾二淨了 我就再回去吃野怪 那現在要注意的是呢 如果我們在這個時候是領先的 可以做的話當然是去入對方的野 但由於我們還是雙排阿 然後加上隊友呢可能沒有打那麼激進 所以呢我變得是 但是呢我還在自己在野區這裡形況 那我們這邊的話呢要注意的是 這個妙蛙草 他的血量有沒有看到 直接 黃色什麼意思 黃色的血條就是 直接不見的血量阿 哇靠一下 暴擊率2000阿 暴擊下去288 那由於呢對方可能會衝出一堆人 所以我直接繞跑有沒有看到 我完美的躲掉對方的一坨人的大招阿 那這時候注意到我們兩個隊友在比較後面 你可以看天忍跟我們的兔子都還沒來 所以我這邊等他過來之後被扣龍一下 不過沒關係大招趕快嚼起來 臨死之前最後一個大招 但很可惜我的傷藥沒按下去 那在道具方面呢我帶傷藥 是因為阿伯蘇魯本身偏薄 再加上我帶的是啞鈴阿 所以呢稍微傷藥可以增加一點我的容錯率 那在打架的時候呢比較不容易蒸發掉 那我這邊吃洛托姆的同時 我看到妙蛙草在下面 因為我看到妙蛙草是在陽光烈院阿 比較有可能搶到洛托姆的大概就是 妙蛙草 但他在下面那就算了 那這邊成功的收掉了這個狐帕 那我身上是沒大招的 這一波呢基本上是不太想去推他們家的二塔 但他們的人剛剛都死掉 絕對說不定還有機會 那如果沒機會的話呢我們就先把 他們的邊野給吃掉 吃邊野這件事情其實蠻重要的 是你擴大還有保持你一些優勢的機會 好那遇到一個迷霧的噴火龍就直接送他回家 對手呢剛剛在下路打了一波會議戰 是被我們的人給打敗了 所以可以看到下面的暴氏龜的話是 我們的束腰拿下 那可以看我身上的黃色圈圈又出來了 這就是暴氏龜給的這個buff 那現在又處於賢賢沒事做的狀況 那可以看我們這邊野區的黃色點點還是相當的多阿 就要好好的都把他們吃光 這邊看到一個妙蛙花 那注意一下我這邊其實是想等精神利刃的CD 但是等不及了直接收掉 這邊扭一下 成功的扭掉了近距離的陽光烈焰 那對方怎麼會想說兩個人 就好像我們這裡沒大人一樣 如露無人之地就直接走來我們二塔呢 這一個觀念讓我感到相當的訝異阿 現在時間是三分鐘 我等級來到了14等 基本上上到13等就是無敵啦 那看到我們束腰在跟對手play 我也想要17play一下 但走過來的時候人就都沒啦 那這邊應該草叢有鬼切到 那阿博索羅對我造成嚴重的傷害 我的血量差點快隔屁啦 那這一波的話呢 我是看到下路右下角應該有一個蜜蜂 看一下有沒有 好沒有 那這個時候呢上路的洛托姆要重生了 那我想說去打一下上路洛托姆好了 這邊就直接用走的上去吧 但走到一半發現 欸這個坐車不用錢啊 所以我就決定直接回家了 當然順便回補一下 然後直接踩踏板上去 那你可以看呢小地圖上我們隊友呢 跟對手可能已經爆發衝突了 這一波會戰可能會是 閃電鳥之戰的前哨戰 意思就是說如果我們在這邊打起來的話 其實是可以的 大概如果在2分5秒吧 2分5秒我就會開大招去跟他們打了 那對手並沒有來爭奪這個洛托姆 我已經感受到草叢有一個妙阿花 連大招來不及開就直接葛屁 那可以看呢這個洛托姆呢 準備要去撞他們上塔 那如果他們有人出現在上面守的話 就表示他們最少他們真的傻傻 你看還有兩個人在防守 那我知道狐帕其實在這附近啦 但是直接就開大沒關係的 直接就開打啦 那狐帕丟了大招 這個大招實在是太蠢了 你可以看我在這裡等 先用精神力刃給他們一堆印記 然後大招開起來 瞬間蒸發又兩隻三隻 這個噴王飛上天沒關係 我等你I waiting for you 直接黏上來 直接啪嘰一下 拜拜 順利的把對手五個人全部都收光光 那狐帕開大招真的是不能這樣隨便亂開阿 你根本就是告訴我們說 來來來等等技能全部丟這裡就好 你可以看我跟我們家的素妖阿 是直接就在開口的地方丟了大招 那他們一出來 我天哪一出來就直接中技 怎麼會趕出來呢 真的是出來就全部死光 所以這個狐帕開大招是需要再練一練的 好啦 那今天的這個阿伯索魯的體驗呢 這個BUFF的體驗是有感的 真的是傷害蠻不錯的 真的是傷害蠻不錯的 大家可以試看看 下部影片見 掰掰 掰掰